在過往會比較沒有看到 就是你先上來 目標來面對范國城 這其實是先前就有教練團 還是臨時 先前就知道有這樣的任務 還是臨時交代的 算臨時吧 然後子儀自己也不會去害怕 就是教練就是 當下叫我下去 然後我就是準備完 然後我就上場準備 比賽 所以其實教練團就有跟你說 會上來就是要來面對范國城 只面對這一位打者這樣嗎 對 那在你面對范國城當下的這個想法 因為對方畢竟是有長打能力的 所以教練有跟你什麼特別的提醒 因為本週其實你的負擔也算蠻大的 你已經連著三天也都有出賽 其實一上場就是 我們只要領先一分嘛 所以不用太去閃躲 因為不想要出現保送 那球的位置也不能太高太好這樣 就是盡量要在低的位置讓他去做攻擊 好 當然我們也比賽的過程中 這個都看得出來 其實在今年賽季 牛棚遇到的這個負擔 跟狀況是比較多也比較大的 所以你自己又是現階段 球隊教練團對你非常倚重的一個要角 你自己怎麼看待 這段時間你自己的備戰跟準備 上場的一個心態等等 其實只要我把自己就是不要太緊張 然後不要去場 其實在場上不會差太多 就是上了場就是相信自己是最好的 OK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 看到今天這麼緊繃 雙方呢 球隊呢 教練團呢等等 有都在鬥智鬥力 然後最後是一個 一分差距的一個內容獲勝 場邊你這樣看到有什麼感想 要跟隊友說 要跟球迷說 就非常開心 就是 棒球就是團隊嘛 就是 當有人失分 那打擊打回來 那打擊 當打擊 表現沒那麼好 那我們投手就是 守住 分數這樣 OK好 所以也恭喜今天 球隊贏球 也希望我們蘇慶章接下來 可以有更好的一個表現 謝謝你接受訪問 謝謝 謝謝主播 謝謝 好 所以剛剛就有特別提到 但我覺得蘇慶章真的 畢竟是所謂極戰力 他不是高中畢業進來的 他是有經過大學的這個層級 也洗禮的 所以在面對的這些打者 看他感覺心態真的都還蠻篤定的 就上來就是 球最好的表現這樣 對 所以今天其實 除了蘇慶章 有一個任務性的這個投球之外 我們特別還要再來訪問今天 贏球的另外一個大功臣 就是姐姐王毅正 姐姐你好 主播好 那球兵好 好姐姐 這個球隊其實近期 在今天你上場投之前 是三連敗的一個狀況 然後如果不想 又碰到對方 富邦最近是五連勝 所以你在賽前的一個準備 你怎麼來看待今天這一場比賽 其實我賽前 我不會給自己太大壓力 我都只會上去的時候 我只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還有給一個課題 讓自己去達成這樣 好 那延續上一次的一個先發到今天 你連著兩場比賽 都是一個超優質的內容 那你今天自己覺得 在面對 特別是像張靜德 第一次在宜君這樣碰到他 你自己的一個感想 對方的長打 火力 最近用特別的這個技能 你是用什麼樣的想法 來面對跟富邦的打者周旋 其實因為可能前陣子 身體都不太舒服 所以我今天的想法 可能就是會 以給他們打為主 但是我的球 我的控制可能會 就是很低 就是很高一點點這樣 還有就是 張靜德我會比較就是 專注 有特別專注 有有有 因為你知道他的狀況真的是 滿好的這樣 對對對 因為就是有知道他的狀況很好 所以特別專注 去注意這一位打者 OK好 那但以今天的這個結果 又是一個超優質的內容 你自己會給自己 怎麼樣的一個評價 就是 大家都期望你又是大賽型的男人 今天又再一次做到 有沒有一個 鬆一口氣的這個感覺 因為這一生我相信 對球隊來說真的太重要了 嗯 其實不會 因為球賽還有 還有一些球賽 所以我會 還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想法還是要放 還是要擺陣這樣 OK好 那當然我知道 球隊今年 特別下半球季 頻頻出現在健安 拿取勝 可能也看習慣 那今天陳成威是第一次 有什麼 然後呢 九局下半又是 這麼樣的起伏高張力 那你自己會想要 怎麼看這場比賽 當時你在場邊 因為 包括你的滲頭 可能因為 陳宇勳被打了全力打又堵不掉 但是球隊最後又贏了 有沒有洗三溫暖的感覺 有啊 可是我覺得 我比較在意的是 老虎上去的時候 在一二雷有人 沒有人出局的時候 他把他手下來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棒的一個 心臟也要很強 而且也要很有頭腦去 把他完成這局 對 很好 所以他講到重點 就是其實有看到老虎幫他 幫他手下來 那另外今天你的隊友 就是在外野的部分 在前段的時候 你在一開始被打安打的時候 楊耀勳 陳成威等等 那些幾個重要的一個手臂 都會幫你擋下來 所以有什麼話要給這些 隊友說 你們最棒 真的是最棒 豪麵 也謝謝姊姊在這邊接受我們訪問 繼續加油 明後天也希望球隊可以趁勝追擊 謝謝姊姊 謝謝 謝謝謝謝 好 那在今天的賽後 來做一個總結 那勝利投手 反而是陳宇勳拿到 那在敗頭呢 則是蘿莉也蹲下本季的第六敗 勝利打點跟單場IP 都是陳成威 那另外呢 就是林莉 有在議局的時候 敲出對死的第1600轟 也成為了這個紀錄本上面 留給自己留下一個大招 好啦今天呢 呈現的是一個投手戰的一個內容啊 那雖然有雙位數的一個安打 不過雙方在德點圈的掌握度都不好 那富邦漢將大的這個崩崩打線 今天真的是被王英臣給壓制住 所以你看德點圈有十次的機會 結果沒有辦法敲出任何的安打 那兩分呢 通通都是陽春炮都打下來的 所以也是今天這場比賽 可能特隊沒有辦法取勝的一個原因 好那跟著呢 就來看到今天的關鍵一局啊 其實這裡要分開來看 因為今天呢真的 除了賽天安打這一分的話 所有的得分都是全壘打封下來的 所以呢地圖球隊這邊呢 林立跟朱玉璇的這兩籠啊 一開始呢就讓球隊取得分數上的領先 當然就顯得蠻重要的就是重要的一環 然後呢在西局的時候啊 就是幾個守備啊都有成功啊 剛剛王英臣就有講這個隊友真的是最棒的 因為棒球真的都是一個團隊的一個運動啊 已經一起輸一起承擔 所以我這個氣勢呢就有延續下去 今天呢就有得到一個好的內容啊 那九局下半呢當然就是看到 全成為宇宙涯第一支的 再見安打千辛萬苦贏下的這場比賽 二天桃園呢終止近期的一個三點半 好竟然贏球的話 就希望可以把這個氣勢給延續下去啊 因為對方呢都會是羊頭出馬 而且呢明天要對上所殺啊 也是不好對付的一個強頭 那時間呢是在晚上的五點鐘啊 那當然在四點半鐘呢 我們就會有搶先爆的一個服務 因為明天是阿米趴星期六最熱鬧的一天呢 賽前賽後都有非常多的一個表演 所以呢除了鎖定Eleven Sports的一個轉播之外 更希望大家還有票的話 在外野就趕快去搶網 那是年度很大的一個活動 在週休的時候呢都可以一起進場 看球看表演 好好的這個享受週休假期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整場賽事的一個播報 我陳雄也感謝球評陳時正教練 還有所有辛苦的共同同仁 我們明天再會囉 拜拜